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傳統來講 雙眼皮縫合法大部分是用單點縫合法 原則上可能在上眼皮切三到四個小洞 然後線頭進去縫 但是每個人眼睛每天開合 可能數萬次 所以一直拉扯這個線的話 久了就會鬆 這是四到五針 就算是縫 不是縫三針 縫了四到五針一樣 這個結在身體面一直拉扯 當鬆脫的時候 我們這個雙眼皮就會不見 線頭在這邊一直拉扯的時候 本來我們可以看到皮膚是被縫在眼瞼板上 但是久了皮膚慢慢脫離 最後完全脫離的時候 雙眼皮折痕就會不見了 但是單點縫合法它的力量不是那麼的穩定 比較容易鬆脫 所以當這三四點都已經鬆脫以後 感覺雙眼皮又變回原來的單眼皮 也不會變回原來的內雙